在大陸从幼稚园开始灌输爱国主义精神 就是必上的课程 祖国这个名词更是嚷嚷上口 6月26号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 这还是第一次与法律名文规定爱国实际做法 其中最关键的29条规定大众传播媒体 要与专题专栏的方式 生动讲好爱国故事 宗教也必须彰显爱国精神 连父母与监护人也有责任将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 草案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 贯穿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22条也是关键条文 要增强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同胞 对国家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自动自发维护国家统一 还不清楚这部爱国主义教育法 要怎么针对台湾展开统战 但香港在实施国安法之后 社会上司对抗力量 几乎只能任凭北京拜布 我是非常支持爱国主义教育的 2015年香港拍出电影《十年》 预言香港未来命运 情终这一幕在大陆审核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同时 看来格外发人省思 身穿共党服事的小朋友 对于鸡蛋上的本地两字很有意见 本地不行意味着要根除香港的本土意义 一切只能向中央看齐靠拢 而拍这部影片的时候 香港人可能也没想到 十年还不到预言就已经成真 多谢新闻到中心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